1948年6月,辽审战役打响,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之下,人民军队敲响了解放全中国的钟声。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逐步推进,国民党400余万的兵力也一步步缩水。 而相对而言,我军总兵力从解放战争支出的120余万,一步步扩大到近500万的海量数额。 在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国民党投诚军队的巨大贡献。 这些解放士兵占我军总兵力的一半有余,成为了我军的士兵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因此,许多人也产生了忧虑,担心这些士兵一旦反割一击,对解放军部队造成严重打击。 但毛主席却仅仅只用了一个小手段,便解决了这个天大的难题。 这些士兵不仅没有在军中造成混乱,甚至积极投身战斗之中成为了解放全国的重要力量。 毛主席究竟采用了怎样的方法? 这些部队又立下怎样的娇人战绩呢? 请各位观众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起了解毛主席的俘虏政策。 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推进,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部队首长的带领下投诚到我军部队之中。 同时,也有大量的国民党部队在失去战斗意志后沦为我军的俘虏。 对于这些出身国民党方面的士兵而言,共产党是十分陌生的。 甚至在国民党方面的恶意丑化之下,大量没有文化知识的底层士兵对共产党都有着很强的仇视情绪。 这些人虽然有的跟随长官,投身到了解放军序列之中,有的人被迫随部队一起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 但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共产党的不满和怨恨。 想要将这样的士兵改造为能够接受我党理念,并且与愿意为共产主义而现身的革命战士实在是个不小的难题。 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却有着自己的独特诀窍。 这个小小的诀窍,最终不仅让大量的国民党士兵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加入到我军部队之中,甚至还为中国革命创造出了不少为革命现身的解放战士。 而毛主席这个独特的技巧便是享誉中外的诉苦与三茶。 什么叫诉苦?诉苦便是由我军干部或是战士带领,像这些国民党战士们诉说封建地主阶级们对劳苦大众的压迫, 诉说底层百姓们究竟在过去的日子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累。 国民党军内虽然有着不少地主家庭出身之人,但这些人大多都是军官。 国民党的主力士兵大多都是普通家庭出身的工农。 而根据有关的调查显示,解放战士的家庭出身有近七成都是赤品农家, 剩余的三成中占绝大多数的家庭出身也只是中农家庭。 这些家庭出身的士兵,无论是父母还是自己,或多或少都曾经遭受过地主阶级的压迫。 即便是在入伍之前没有了解到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 在进入国民党军队之后,也能够感受到国民党大多数军官吃人不吐骨头的座位。 因此,这些国民党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有苦要素,有苦能素的。 而我军恰恰在回在关键时刻,及时为这些战士们提供这样的一个诉苦平台。 在我党干部和战士的带领下,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被揭露出来, 地主阶级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被展现出来。 在场的国民党士兵们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和感感触, 总是能够在诉苦活动中感受到地主阶级的罪恶。 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工农阶级的代表,在诉苦活动中不仅能够将解放战士认识到地主阶级的罪恶, 更能够让战士们认清自己的阶级立场。 作为工农出身的战士们,自然而然地对将工农作为主要团结对象的共产党产生好感。 实际上诉苦行动不仅仅是一场战士的经历分享大会, 更是一场我党队解放战士的教育活动。 通过诉苦,让战士们明白剥削与压迫的本质, 也能够认清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丑恶。 这样一来,依靠美帝国主义, 践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行政路线的蒋介石集团, 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无数饱受压迫的解放战士的敌人。 在这些战士中,不少人都有父母妻儿遭受地主阶级迫害致死的经历。 在明白他们捍卫的国民党政权是与地主阶级相互勾结之后, 试问有多少解放战士还能够不对蒋介石集团心生厌恶, 对国民党政权不起埋葬之心呢? 正如毛主席所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明白,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在明白自己真正的敌人正是蒋介石集团后, 解放战士自然而然也就走到了革命阵营的一边。 毛主席为整顿数百万国民党俘虏,提出诉苦与三茶。 诉苦是从阶级立场上将国民党战士与蒋介石集团分割, 三茶又是通过怎样的方法让战士们走向革命的道路呢? 所谓三茶便是就阶级、工作、斗志三个方面进行审查。 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以整顿组织、思想、作风为一体的三整。 实际上,三茶与三整并不是毛主席对国民党士兵的专属优待, 而是作为我军内部的思想整顿方式,在全军范围内展开整顿。 不论是刚刚被解放军部队抓获的国民党俘虏, 还是我党我军的干部,都要接受三茶三整。 而三茶三整相对于诉苦活动的温和而言,则更为激进。 部队中的战士们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 对每个干部和战士身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 对优良品质进行表扬。 这样的行为不仅能够让战士们深刻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 更能够借鉴别的战士身上存在的优点,向别人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干部和战士们将会逐渐改善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 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发展,最终成为别人的榜样。 同时三茶三茶还有一个莫大的好处便是能够在军队中建立民主秩序。 通过三茶三整,那些解放战士和普通的我军士兵都能够感受到民主气氛。 不论是官还是兵都能够在活动中发表自己的意见。 而无论官还是兵都需要接受别人对你指出的问题并进行改正。 实际上这种官兵一体的做法能够极大程度上激发士兵对部队的归属感。 毛主席曾经提到过,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思想统一,而思想统一后才能够拥有高度觉悟才会有牺牲精神。 毛主席的话着实有着很强的远见,这种民主的整肃军队方式对解放士兵产生了难以想象的震撼。 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士兵,这些战士们为国民党作战无数也见识过无数的国民党军官。 对于那些只知道压迫战士、吃喝嫖赌、搜刮金钱的国民党军官而言,战士们的小错误都是无法接受的大问题。 而作为军官的自己,即便有着天大的错误,也不应该由战士来指出。 而在需要国民党战士冲锋陷阵之时,那些国民党官老爷们也只会在口头上叫嚷,绝不会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冲锋在前。 可在来到共产党部队之后,解放战士们很快明白了什么叫官兵议题。 干部与士兵的民主性不仅仅只体现在口头上撑手掌而非长官之上。 对于部队之中的问题,并与官一视同仁,相互之间没有阶级的差距,这才是我军的政治民主。 而这种前所未有的民主,让这些备受压迫的解放士兵第一次感受到了温暖。 即便是在此前的诉苦活动中持有抵触态度的士兵,在这样的活动中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决定投身我军重新做人。 而在这样的工作思想指导下,解放战士开始大量觉悟,投身到我军之中。 尤其是在得知解放军是真的为贫苦大众着想,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之后,绝大多数的国民党俘虏都选择成为我军战士,投入到解放战争中。 在短短三年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部队伤亡150余万人,国民党军仅570万人遭到我军消灭。 而在这570万人中,我军共接纳280万人,占解放军总人数的绝大多数。 在毛主席策略之下,国民党俘虏战士开始大量加入我军,成为推动解放战争的绝佳助力。 这些曾经为国民党卖命的解放战士,在投身我军后立下了怎样的功劳呢? 在280余万的解放战士之中,有着许许多多的国民党军序列。 这些部队在被我军彻底改造后,先后投入到了解放战争或是其他作战之中。 而在这些部队之中,名声最为响亮,拥有最娇人战绩的便是原国民党整编96军和原国民党60军。 这两支部队,一支是国民党军长吴化文率领的骑部队,一支是军长曾泽生率领的骑部队。 吴化文作为国民党中将,臭名昭著,作为西北军将领,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背叛原部队。 在被国民党军收编之后,成为整编96军军长。 在济南战役中,负责防守济南外部的吴化文见解放军攻势凶猛,当场宣布起义。 虽然军长吴化文声明着实糟糕,但这支部队的战士们却并不是全部都像那位军长一样是随意叛变之人。 96军在起义之后,很快便接受我军改造。 当组织将该部队拆分,与原鲁中南纵队合并,组建出35军。 吴化文的96军虽然在新的部队中战比不是很大, 但确确实实是35军中的一股中坚力量。 这些解放战士在接受大我党的教育之后,对国民党政权充满了仇恨。 该部队随后参与了淮海战役与渡江战役先后斩获不小成就。 尤其是在渡江战役中,该部作为陈庚四兵团一部率先攻入南京城,并成功占领了蒋介石的总统府。 这样的丰功伟绩虽然主要是我军完成,但其中也离不开解放战事的努力。 而曾泽生军长的六十军,出身滇军,早前在国民党内是极不受待见的一支部队。 滇军作战积极性不强,因此攻坚能力较弱,在国民党内备受歧视。 而在曾泽生军长宣布起义之后,部队接受我军的改编。 在基本没有改动部队体制的情况下,六十军被改编被解放军五十军,全军士兵接受我党的四项教育。 就连带领部队起义的军长曾泽生也接受了党组织的教育活动。 在解放军正攻干部的带领之下,全军上下脱胎换骨,成为了一支有着坚定信仰的虎狼之士。 在改编结束后不久,这支部队便作为志愿军的一部被派往了朝鲜战场之上。 在入朝作战的首阶段过程中,他们始终承担着追击等侧应任务,没能在战场上展现雄风。 这让完成改造的战士们十分不满,摩拳擦掌意图与美帝国主义做正面抗衡。 1951年1月,他们终于等到了展现自己军威的最佳时机。 联合国军在最高指挥官李其威的带领下,对我军展开疯狂进攻。 五十军奉命驻守汉江,为其他志愿军部队担当阻击部队。 面对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美军部队,他们发挥了滇军擅守的最大特点。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支部队如铁钉一般狠狠地扎根在了汉江两岸。 近一万五千名联合国军在此战中伤亡,其坦克飞机也损失惨重。 而在该部队内部也涌现出了数个名震全军的战斗英雄团体,个人战斗英雄,足有470余人之多。 仅仅汉江一战,五十军便在我军内部打响了声名,称为远近闻名的英雄部队。 而过去在国民党军中的狗熊六十军的称号也就此称为历史,与这支部队无援。 除却上述两支部队之外,在我军之中还有不少起义投诚部队,在接受改造后为我军我党立下赫赫战功的例子。 而解放战事中也涌现了不少立下奇功的战斗英雄。 在毛主席的教育改造政策之下,无数的国民党士兵洗心革面回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为新中国奉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